中醫藥文化現在越來越受到大家的重視和關注 經過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傳染病之後 我們對中醫藥的作用有了更深的認識 近日在廣州塔舉行了一場中醫藥傳統文化加綿話 我們一起去現場體驗一下 10月26日,全城精華首正創新 廣州市貫徹落實廣東省中醫藥條例 其中醫藥傳統文化展示推廣活動 在廣州塔二樓平台舉辦 這個中醫藥條例書台以後 它會有些空間來保護我們這個道地藥材 保證這個療效 還有的話這個中醫藥條例書台以後 那麼它是衡揚的是正中的中醫 管治活動由中醫傳統運動工法展示 中醫藥二層諮詢 中醫適宜技術體驗 院內製劑及時未病健康產品展示等五個區域組成 在宣傳廣東省中醫院條例 為群眾開展移診的同時 較為全面地展示了近年來 廣州市中醫藥事業產業發展的成績 大家都要按照這個法律法規來做 為了商業少做你就胡來 那就不行 那就會損害群眾的利益 這個條例出來還要對我們這個真中醫 它起到一個很好的一個保護和推動作用 近年來,乘住建設中醫藥強使的春風 廣州市通過系列措施 促進全市中醫醫療服務水平的整體提升 令中醫藥更加深入地融入百姓生活 令百姓健康獲益 目前,接種新冠病毒疫苗 依然是強化疫情防控的有效手段 最近,根據國家統一部署安排 廣東全省啟動新冠病毒疫苗 加強免疫接種工作 究竟甚麼是加強針呢? 具體哪些人可以去接種呢? 接種之前,大家又要有甚麼注意事項呢? 針對大家關心的加強針熱點問題 我們邀請到專家為大家解答 新冠疫苗加強針來了 你打了沒有? 廣東已啟動新冠病毒疫苗 加強免疫接種工作 我們請來廣東省第二人民醫院 醫療科科長林周勝 為你解答關於加強針的相關疑問 甚麼是加強針呢? 加強針是為了鞏固和提高疫苗 接種效果再次接種的疫苗 加強針和第一針以及第二針接種的疫苗 是一樣的 無論是一針次還是兩針次的疫苗 打完前程以後 一般都要至少間隔半年以上 才可以接種加強針 有的人就問 他說沒有打過疫苗的人 可不可以直接打加強針呢? 這就回到前面所說的問題 因為加強針 它是只完成了前面兩針疫苗的接種免疫之後 再打的第三針 它才叫做加強針 所以沒有說 打一針就叫做加強針的這種說法 為甚麼要打加強針呢? 打加強針的目的呢 就是提高抗體水平 快速讓抗體水平反彈 根據國內外的研究結果顯示 在完成疫苗接種後 避防感染 尤其是避防重症和死亡方面呢 就有比較好的效果 當完成了全程疫苗的免疫接種後的感染風險 和沒有接種疫苗的感染風險相比講呢 它會大幅度的降低 但是啊 隨著接種疫苗時間的推移 接種者的中口抗體水平呢 它會下降 保護效果呢 也在逐步減落 這個時候啊 增加疫苗接種的偵測 對於提高免疫水平 增加免疫保護 就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措施 根據研究結果來看 新冠病毒疫苗加強中接種的發生不良反應水平呢 沒有超出機網針刺出現的不良反應水平 加強症的安全性呢 和之前使用的第一針 第二針的安全性它是一樣的 在新冠疫苗第一第二期的臨床研究過程中呢 已經在臨床試驗中設置了第三針加強症的研究 從臨床試驗獲得的數據來看呢 加強症的安全性還是非常好的 大家不用擔心 之所以要加強 就是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 綜合抗體的水平在逐漸下降 所以我們希望打加強症的目的就是刺激記憶細胞 使能力產生更高水平的綜合抗體 那不同技術路線疫苗可不可以撈亂打呢 專家就建議應該選擇 相同技術路線的疫苗產品進行加強免疫 那接種加強症之後 抗體水平會不會大幅度提升呢 在完成加強症的接種後 14天或者一個月後再測抗體水平時 確實抗體的總體水平會大幅度提升 由數倍到數十倍的一個提升 雖然不同的個體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 但總體的平均水平它是接近的 應對變異株加強症是否更有效呢 相關的臨床試驗的表明 接種加強症後 綜合抗體會成倍的增長 加強免疫產生的持久效率更好 並且對Delta等變異株 它有良好的交叉綜合保護作用 有市民就問 接種了加強症之後 可不可以不戴口罩呢 專家就提醒 加強症的第一個臨床重點 就是有效防止發病 第二個重點才是防止感染 在現有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流行的情況下 打了加強症之後 還是應該正確配戴口罩 那接下來 會不會還有第四針、第五針呢 全球的新冠疫苗 目前都是在緊急情況下研發的 疫苗的接種 它是由臨床研究數據來指導使用的 一個疫苗接種到底打幾針 給誰打、什麼時候打 它是一個免疫程序的重要內容 而免疫程序的科學制定 需要根據前期研究的相關結果來決定 目前還在進行觀察 疫苗接種後的抗體持久性 未來這些問題 會根據臨床研究數據來進行調整 新冠病毒疫苗加強免疫實施居民免費接種政策 按照熟地管理 就近方便的原則 有需要的街坊可以自行前往 就近開放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種點接種 疫情尚未結束 防控千萬不要大意 除了根據國家的安排接種加強針之外 還要提醒大家 非必要不要去中高風險地區 如果自查發現和確診的病例有交集 就要及時上步 天氣慢慢逐漸轉量 各種病毒又開始蠢蠢欲動 手足口病、泡疹性菸合炎等等 開始進入高法期 我們節目專門為各位家長 整理了對應的措施 幫助小朋友打敗病毒 天氣逐漸轉量 病毒亦開始肆意流行 泡疹性菸合炎傳染病又進入高法期 這個時候 年紀較小的小朋友靈寫容易中招 而泡疹性菸合炎是自限性疾病 目前還未有甚麼特效藥可用 眼見寶寶發燒、喉嚨痛 又不願意吃東西 家長真是又心急又心痛 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兒科澤鵬鵬副主任醫師告訴我們 家長其實不需要太過擔心 一般情況下只要護理得當、掌握護理技巧 兩個星期內就會治癒了 在發病期間 除了在高消時做好及時降溫之外 還要注意甚麼 我們說其實這個疾病 基本上來說是自限的 沒有甚麼特殊的藥物可以使用 但是我們可以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點就是要多補充水分 因為孩子年齡越小 特別是有發燒的情況 尤其抛疹會累積口腔 都會有這種不適感 吃不到甚麼東西 液體的補充要更加重視 如果液體補充不夠 這個孩子就比較容易脫水 不利於疾病的恢復 發燒的話就是很難退燒的 如果年紀比較小的寶寶 不喜歡飲水 可不可以用果汁 又或者是一些難足代替飲水呢 就自己鮮榨的果汁 像蘋果汁呀 雪梨汁呀 橙汁呀 都是可以的 用開水去把它一比一去稀釋 這樣給孩子去喝是沒有問題的 另外呢就是我剛才談到的這個 維西泡藤片 其實呢它是比較有利於疾病的恢復 當然呢如果孩子要是有殘痘病 就是這個G6PD缺乏 那麼我們呢就不建議去用這個維西 那麼這種稀粥這些是可以的 但是要記得要加鹽 因為孩子在發燒期間呀 他出汗比較多 那麼汗液裡面的話呢 有很多的很多的這種電解質的排出 所以呢這個時候呢 只是單單去喝白茄水啊 或者是喝一些就是普通這種白酒沒有放鹽的 可能呢它是更加容易造成它電解質的混亂 宅主任指出 如果小朋友持續高消 有可能會出現脫水 那麼這個時候就要服用口服補液鹽了 那麼口服補液鹽喝的時候呢也是有技巧的 他是要整包去充250毫升的水 不能說到一半或到三分之幾這樣去 自己去憑自己的經驗去充 這樣是不行的 如果小朋友喉嚨痛得很難受 可以用清熱解毒的忠誠藥噴劑 混合絲密達噴於激陽表面 可以緩解不息 也都可以加快激陽的愈痕 另外一定要注意休息好啊 那麼有些家長們呢 比較擔心這個孩子們 客業的問題啊 那就是生了病以後呢 還是讓他帶病去堅持學習啊 要去上學啊 其實這樣是不利於疾病的恢復的 我們建議呢要多點休息 該不去上學就不能去上學啊 這個腸道病毒呢 它的潛伏期呢是比較久啊 它排毒呢基本上是兩個星期 大多數呢是兩個星期才能排乾淨 那麼發病期間 很多家長會關心小朋友在飲食上 有沒有什麼需要忌口的呢 那麼也是很多家長們 就是看了病以後最後一個問題 什麼能吃什麼不能吃啊 那麼飲食的話呢 我們要保證他們的一些營養的收入 像牛奶啊雞蛋啊 這些是可以吃的 不是不能吃啊 那麼還有的話呢 就是一些優質的一些蛋白啊 像魚肉啊雞肉啊 一些瘦肉啊 都是可以吃的啊 像一些新鮮的蔬菜水果啊 特別是富含這個維生素C的水果 像這個米猴桃啊 柑橘啊橙子啊 只要它不過敏 那麼都是可以喝的 那麼還有呢 像一些什麼維西泡藤片 這一類的藥物吧 那麼都是可以去使用的啊 那麼就是要注意這些營養的一些補充 澤主任提醒家長 泡疹性菸合炎傳染性較強 如果小朋友得病 同樣都有可能會傳給大人的 因此對於患者要做好隔離措施 另外澤主任強調 如果患者出現精神不振 持續高熱 甚至有抽搐等 尤其是本身就有一些慢性基礎病的小朋友 那就千萬不要大意了 一定要及時去到醫院就醫 以免人喜 勞摸鹽 心肌鹽等重症啊 歡迎回來由梁欣堂東松下草專賣罐名播出的健康生育家 我發現有部份的家長對兒保不算重視 但是其實兒童保健除了常規的生長發育監測之外 還會關注到小朋友的神經心理發育狀況 社交發育能力等等 如果發現異常是需要進行早期干預 跟著我們的節目一起去詳細了解一下 很多的家長在育兒過程當中 可能都會遇見這樣的問題 為何我的寶寶總是不聽我的指令呢 小朋友經常揭屍地理 鬧脾氣 通過兒童保健與健康管理門診尋求幫助的 有些家長覺得 讀一讀身高體重 兒保就算做完了 其實不是的 馬上有請廣州市婦女兒童醫療中心 兒童保健部主任宋燕燕幫我們答兒解劃 很多的家長對於兒童保健很多的疑問 覺得孩子剛出生好好端端的 為什麽要去做保健 那麽其實呢大家是有誤區的 我們兒童保健和健康管理中心 其實主要就是給大家提供一個全方位的服務 那它包括了哪些方面呢 兒童保健呢其實就是按照孩子的生長發育規律 給予孩子一個 食於他這個年齡的一個相應的一個營養啊 心理啊行為啊還有運動啊還有安全 以及我們說養育的各方面的一個指導 小到我們現在大家也常常關注的癌小症呢肥胖症呢 可能大家更擔憂的就是我們說多冬症呢 還有說這個自閉症的發生 其實在早期它還是有徵兆的 如果你沒有來進行我們說保健的話 有可能你就是錯過了我們的肥癌症的 就是我們在做什麼事情 要是保健的人 讓我們想知道 在那邊說的是非常確實的 但是現在我們在做什麼事 我們可以這麼快 然後我們再售一次 在哪一段時間 我們每天都要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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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视儿保 注重小朋友的整体身心健康 讲到养生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 是中老年人关心的问题 其实无论年龄 还是中西医 都会将人体机能的转接点 指向了40岁 例如中医就会说 人过40 任气自半 当然不是真的变成只有一本 只是说明了 到了这个年纪 可能就会慢慢衰退了 所以著名国医大师 中国肾病学泰斗张大宁建议 过了40岁要开始保身 是中生病学泰斗 是全球公认的中医神病大师 1998年 国际天文联合会 将中国科学院新发现的 831号小行星 命名为张大宁星 这个是世界上第一颗 以医学家名字命名的小行星 张大宁将普通人的养生 归纳为四个方面 分别是情绪 睡眠 定期体检 以及40岁过后 適度补生活圈 这是人的一个养生的第一理念 第二个年我讲的是睡眠 要保持适当的睡眠的时间 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老年人在 他一天24小时当中 应当在7到8个小时的睡眠 张大宁 尤其窗盗大家 分子午觉 是中医学天人合一的理念下的一种养生的方法 第三条是在饮食生活习惯都差不多的这种情况下 他要定期的做体检 健有病提前治疗 国医大师的养生秘籍 第四条就是40岁以后试图补伸 为什么他会将补伸放到这么重要的高度呢 因为我搞过大样板的人体的健康状态的中西医的体检 发现人到40岁以后他有个共性 共性是什么 都是中医成为肾虚和血瘀的 所以这个人到40岁以后 肾虚包括内分泌功能的低下 免疫功能的低下 血瘀包括微循环的障碍 心脑血管的共血 包括流变血的变化 包括血脂的变化 所以定期的使用一些补伸活血的药物 这应当是有益的 对于普通人而言 如何补伸 张大宁建议大家 日常可以选择东床下草 凌之一类比较平和的补伸药 中医学补伸 它共性的东西 它都是一个肾阴阳两须 用现代医学的观点 就都是内分泌功能的低下 以及各种免疫功能 都出现衰退的一种表现 而中医的补伸实际上调节这方面的功能 像东床下草 像石湖 像灵芝 这种不热不燥的 这种补伸的药 它必要具有共情 然后加上活血的药 加上三七 加上单身 配在一起随着体质的不同 量上和配护上都有所差异 长期服用对人体应当是有好用 四十岁之后开始补伸 看起身还是有充分科学依据的 最要补充的是 养生是一个很复杂的全方位的概念 国医大师的四点建议 针对的是一般情况 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选择既方向 又适合自己的养生方法 最后要再次提醒大家 当前的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大家从外省 旅居 出差 反越之后建议是主动做一次核酸检测 并且自己观察十四日 做好健康监测 疫情防控 靠大家了 好了 感谢大家收睇 由梁恩堂东庄夏草 专卖冠名播出的健康生活家 同时也都要感谢 今天头条西瓜视频 触电新闻和腾讯视频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节目时间很够了 我们下期同样时间再见了